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琳谦 首门新闻一开始 先来关注的是 王力宏丑闻持续延烧 面对各种影射跟抨击 艺人徐若萱在脸书再po文正面回应 他表示自己已经身心俱疲 并强调没有介入王力宏婚姻 但是很多网友还是不买单 酸说现在只有李静磊能还他清白 艺人徐若萱针对被影射是 王力宏婚姻破坏者第三度发文澄清 他说有人讲发声明是对后入座 但他认为被各种不实指控的脏水 往身上泼 身为妻子母亲又是公众人物 还能不站出来为民生平反吗 徐若萱同时写道 在被无凭无据的诋毁下 相信还有公理正义存在 他重申没有介入李王婚姻 绝无私约 更不是第三者 之后不会再发声明 如果再有后续 会委由司法处理 徐若萱会愿意再次发文 外界传测和他工作脱不了关系 因为他手上代言 包括台湾香港和新马等地 还有十一支广告 出估总酬劳大约有五千六百万台币 虽然还没有企业说要解约 但有民众在网路爆料 附近眼镜行把旧的广告 盖在印有徐若萱照片的宣传照上 质疑品牌是想切割徐若萱 微风集团策略长廖小乔和李靖蕾交友圈重叠 被问到王立宏丑闻 不愿多做评论 但许多网友对徐若萱最新澄清文 还是不买单 认为他只是吉利澄清 婚后没有做出对不起老公的事情 喊话要徐若萱应该像黑人一样 直接请李靖蕾帮忙解释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就是Yumi卷入王立宏婚变 而上午传出疑似吞药被送到医院洗肾 她朋友在微博标注王立宏还写下说 你最清楚Yumi根本没有介入你的婚姻 稍早白兔工作人员向大陆媒体证实 的确有就医也感到相当心疼 坐轮椅背影虚弱 女团白兔的Yumi吞药在医院洗胃急救 自称是好友的微博账号发文副照片 还不忘标注王立宏 写下你最清楚Yumi根本没有介入你的婚姻 如果她真的出什么事绝不原谅 看看诊断证明写下药物中毒 被送进为重病科 但网友好奇发文者的身份 可能是白兔妹妹的小账号 包括发文说要搭高铁去参加比赛 还有和年少时的偶像成为智友 也被怀疑是指王立宏 另外po上甜点照 说自己没被姐姐宠坏 都让网友怀疑这是Yumi小账号 也让原po出面辟谣 原po说自己是圈外人 叫做007 没有假装报警 因为是犯法的 而先前对话截图也没有批图 还公布亲密合照拍摄时间 是2013年5月 最后否认自己是白兔开的小账号 不过吞要po文点名王立宏 也让网友不明白 因为最初明明是李静磊回得稳 这个礼拜一我们都还有通过讯息 那主要都还是在讲 就是我分享我的喜讯给他们知道 那他们也都恭喜我 至于白兔的圈外友人 20号才互相通过讯息 当时没什么异症 但没想到22号上午传出吞药的消息 不过目前为止都还联络不上人 无法证实信息 有我有试图想要联络跟了解这个事情 然后目前是还没有找到他们 网路上的世界很多众说分语真真假假 所以我还是相信要等到本人亲自说的时候 才会更确定 不过到接近傍晚6点已经有工作人员证实 Yumi真的有就医也感到心疼 另外还有大陆网友的朋友是医护人员 说Yumi不过吃了两颗维他命 喝两颗退黑激素 凌晨5点亲自到医院挂急诊 9点就出院了 也让外界势续经一场 TVBS新闻庄全神讲了 双胞胎姐妹艺人白兔 16岁就发专辑主打清新可爱的形象 而当时白兔跟林俊杰是同一家唱片公司 据传也是因为师兄牵线 进而认识王力宏 双胞胎艺人白兔 11月22号才发名为不再懦弱的单曲 对自己喊话 想在演艺事业更上层楼 但不到一个月 妹妹就卷入王力宏丑闻 姐妹俩过去的表演和争议 都在被一一解释 百兔从小就接受体操和芭蕾舞训练 16岁发专辑 除了主打可爱清新 最让民众有印象的 就是有一声好舞技 当时唱片约 签给和林俊杰同一家的海蝶 因此据传姐妹俩是在师兄的牵线下 认识王力宏 因为在台湾演艺圈 发展一直没有突破 备受讨论的只有整形和绯闻 白兔转战中国大陆 为了争取关注 不惜在镜头前搞笑耍宝 用夸张的表情 对嘴模仿大陆游泳好手 复原会当年在微博掀起讨论 2019年白兔靠着音乐偶像养成节目 拿下第三名 又在大陆市场增添了不少知名度 在演艺圈打滚13年 白兔虽然没有大红 不过作品不算少 但在王力宏风波告一段落前 恐怕很难在战胜舞台表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最新消息 歌手林俊杰 似乎也有一些网路上的谣言传出来 所以他在晚间 透过唱片公司发表最新的声明 表示对于别有用心的抹黑造谣 不予回应 是不希望有任何滋事的行为 而占用到公用的资源 并不意味着相关谣言 捏造虚构的内容是真实的 更表明如果有人掌握 他的涉及违法犯罪的证据 请向相关部门检举 也就是代表他郑重驳斥网路谣言 这是我们提供给您的最新消息 而回过头来再来看 王力宏过去隔离期间 时常拍下呢 借着音乐打发时间的模样 那么不管是在办公室 跟住家都摆满音乐 而现在呢 他也带进防疫旅馆 不过这次就传出 好像打扰到了隔壁邻居 隔离期间无法练钢琴怎么办 哈哈不要怕 总是有办法 跑遍各大城市学院的王力宏 吃饭工职不离生 还被爆料 防疫旅馆内扰铃 音乐才子王力宏 传出隔离期间 每晚就靠着音乐 在房间里面抒发心情 现在外界也很关注 七天的隔离期后 他会选择找其他的 妻生之处吗 王力宏待的VIP隔离房 达四十平 足以让他舒适自在的 创作音乐 但现在仁爱路的豪宅 要给李靖磊 很可能就在好友汪小菲的协助之下 继续住满十四天 精通钢琴小提琴吉他 贝斯爵士鼓二 胡琵琶至少十三样的乐器 过去王力宏开箱台北的办公室 背着一把吉他现场 超大的空间 摆满无数讲座 住家也成创作空间 王力宏十五年前 买下台北市中校东路的这间豪宅 而这里可能就有不少他心爱的乐器 他所属的红声音乐 登记位置也在这里 2006年购入的这栋豪宅 登记在妈妈名下 而他跟李靖磊的爱潮客厅 就摆放三把吉他跟一台钢琴 从高中一直用的小提琴 也陪伴隔离时光 就是他唯一的一把小提琴 同时七号被毁灭是爆料 二十号还被发现 全资上海一间科技贸易公司 业务范围包括电子产品 影响设备服务室批发等等的销售服务 上头的股东已更换成 火力全开有限公司 也就是王力宏开的 并持股百分之百 显然已经做好准备 开始全面转型 王力宏逃色风波爆发后 韩国论坛上有网友转发新闻 留言说本来很喜欢他的音乐 但听到婚外情好意外 另外日本媒体也报道 称他是大陆超人气的帅气歌手 被妻子揭露恶恋行径 不过微博粉丝却不减反增 暴涨到六千八百一十八万 短短几天内增加了十九万 恐怕也是为了关注后续动态 尽管风波落幕 但一举一动都是焦点 TVBS新闻上面这红天台报道 公投结束 国民党针对没有过关检讨原因 中常委就认为 在拟定四个同意策略的时候 并没有跟县市首长好好沟通 才会造成不团结的结果 又有基层认为 朱立伦在败选之后呢 又是静悄悄 连续三天没有行程 检讨的力度也不够大 国民党支持者外面喊话 喊出党务建言 希望李面正在开中场会的 党主席朱立伦可以听见 公投结束后 第一个中常会国民党检讨败选原因 中常委纷纷开炮 大家这个常委的发言都相当的激烈 检讨我们的环节 国民党到底哪里环节出了问题 有中常委指出 四个同意策略 拟定前没有沟通 才会导致侯友宜 卢秀燕等人 不愿意表态挺 公投四同意 不过还是有基层觉得 这样的检讨声浪还不够 公投后主席连续三天 没有公开行程 被认为是输了就静悄悄 其实现在大家 包括我们的选民士气 可以说是非常的低落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重整脚步不宜乱 所以很多人 不管说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其实我觉得 大家都为了这个团结 然后重新起步 所以放在心里面 许九星认为 战略清晰很必要 现在众星应该放在明年选战 而朱立伦最后结论是 不要针对特定人物检讨 但是该调整的 还需要调整 针对有一些限制的成果 是不尽理想 其实我们也要 希望要进行一些检讨跟反省 国民党公投成绩不亮眼 党内杂音四起 就在这个时候 韩国瑜出书了 时间点巧合 也难免让人联想政治下一步 不过其实这本书 本来早就要出 但碰上疫情只好延后 韩国瑜虽然没有说明下一步 但出书目的也是要续集升量 TVP新闻搜索产位台北报导 四大公投案 蓝银惨败 会不会直接冲击到2022选情呢 蓝银内部自己怎么看再交给作合 在这一次的四大公投 反莱猪公投绑大选 以及真爱藻礁还有重启核四 都是不同意大于同意票 而且同意票也没有达到门槛 尤其是回归到蓝绿对决的情况之下 无疑对国民党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挫败 那么现在就有国民党基层开始喊话了 说国民党快醒醒吧 怎么说呢 因为虽然确实 民建党这一次可以成功 主要是因为南票北捕的策略奏效 也就是说南部开出的票数 不同意票是比较多的 但是这也反过来说 就代表着国民党北票南部 是没有成功的 他们就说可以注意到 尤其是桃园和基隆 虽然都是绿营执政的县市 但是基本盘是蓝大于绿 所以在这边 国民党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同意票是小胜的 未来2022放眼 这两个地区 可以有望夺回来执政 那么现在台北市议员 徐巧钦他也特别强调 他说任何觉得国民党 2022年会很好选 躺着选的人 你可以醒醒了 因为没有什么是岁月静好 目前看起来 整个局势都还是非常诡调多变 竹竹并蓝绿各有立场 总统蔡英文今天 在民进党中常会上 亲自下令中常委及立委同仁 要支持大新竹合并升格 我认为新竹县市合并升格 这个是一个蛮迫切的问题 竹竹并吵不停 还引发民进党内茶壶风暴 总统中常会上亲自下指令 既然我们已经发动了这个修法 那我们就必须让这个修法 能够顺利的完成 看来合并是在必行 蓝银也出招 朱立伦呛单纯推动合并 是为了特定人事谋选举利益的短视作为 应该尽速设立竹竹苗科技都筹委会 以2026年为目标开始启动规划 因为若大新竹成形 那么苗栗将面临被台中新竹两直辖市包围的状态 不过这有在讨论范围内吗 一直以来我所谈的都是竹竹 大新竹本来就是一个共同生活圈 因为长期的卡在新竹以及台中两个大都会之中 不管是哪一个方案 苗栗县未来都很有可能会更加的弱势 在地议员不明听哪一方 但或许蓝绿各喊各的都有这层考量 以上一次县市长选举 新竹市林志坚十万七千多票 赢国民党许名才的六万多票 新竹县绿营正朝方七万八千票 输给杨文科十万七千多票 若两个县市加起来 民进党得票数赢国民党近两万票 但若加入苗栗来评估 国民党徐耀昌拿了十七万张票 当时五党籍后来加入民进党的徐定真十一万票 竹竹苗并在一起 选票结构则是蓝大于绿 他们又整十十秒 他们反而破退 然后就来 屋内都会比今天市长 民酸蓝银才是有计划 但合并议题不止蓝绿再烧 身为新竹人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也被林志坚点名 别让新竹人心寒 这是为了一时选举的望见 为了一时选举的疏运 毕竟在选举年前 加速推动合并案 不免让人觉得此地无垠 三百两 TVBS新闻 刘立成李作恒 划绍品李廷 台北采报报道 至于来关注政治方面的消息 民进党立员党团 昨天利用绝对多数的优势 在立法院会以突袭表决的方式 通过将明年度的 中央总政府总预算案 公务预算 从委员会抽出禁付二读 而这是国会史上首度 以禁付二读的方式 处理总预算案 在野党也痛批 这根本就是破坏制度 国民党不满 民进党利用人暑优势 将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全案抽出 总共两兆两千六百二十一亿元 禁付二读也是立院史上 头一遭 我们没有碰过这样的状况 总预算从来没有过 说抽离 把它从委员会抽出 不让委员审查 直接禁付二读 到最后呢 到三楼的协商室 小小一间 官员也不用列席 直接用桥的 痛批民进党剥夺审查权 不只是国民党痛骂 民众党也召开记者会 大骂民进党 并且要求更正这项错误 民进党现在就在全面扭曲 自己在2020总统大学 讲的完全执政 完全负责 时代力量同样批评 民进党团总召科建民 为所欲为 破了一个这个宪政的恶力 民进党开先例 但他们强调这么做有理由 包括军公教的加薪等等的 才能够如其上路 行政院长苏贞昌 把军公教人员加薪案 拿出来说 再度算都是国民党的问题 我们非常不容易的 策策资金 在新的一年 有很多新的预算要执行 比如我们要给全国的军公教 人员加薪4% 却因为国民党 不理性不尽责 不审查预算 以至于没有办法 给全国的金公教人员 再过几天就能加薪 民进党人数优势 将预算抽出 禁赴二读 开国会先例 在一党痛批 民进党太独裁 TVB的新闻 双手才会台北报导 民进党强势抽出总预算 直接禁赴二读 引发蓝营怒轰 学者也认为 违反了程序正义 更指出绿营在野的时候 执政党没有寄出这种策略 尤其禁赴二读 会影响小党权益 蓝营暴怒抗议 因为要省了总预算 前一天被绿营强势抽出 直接禁赴二读 一早来被寻的国防部长 跟国民党招委陈以信这样说 我们接受民意的审查是应该的 虽然这个没有一次要 好像就直接要决议 官员得保持中立 但或许也错愕 因程序上预算得先经过委员会 审议只是绿营也反枪 其实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就是为了一个公投案 那国民党团最后决议 在最关键的时间点里面 据审预算 但这句话公道吗 民主政治基本上就是 多数决定 然后要尊重少数 那民进党在小党的时候 他们都要有这样的要求 而且是权力的 背格立法院的审议 各种法律案审 这个预算案的审议 那今天呢 他们是执政党 他当然应该有这种胸怀 除了打破国会 基本尊重 专家也有新闻会里面 各立委票票等职 但到了党团携烧的二读 你不尊重国民党也罢 但是呢 还有其他小党立委 他们甚至于呢 都会完全被牺牲掉 就担心以后 委员会都不用审预算了 全部比照办理 强度关身到当团协商 立愿反乘了 汗价市场 禁服二读不代表 就不省预算 当然效能的部分 好跟坏 这有不同的观点 认为此事已升级成 蓝绿各说各话 但此先例一开 就怕后患无求 以委文会中心主义来讲 共同盟当然不希望 这部分一直都禁服二读 因为这个部分 的确不是一个 非常妥当的部分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 就呼吁至少两大党 应该还是针对 预算制度的部分 好好去做一下审议讨论 在野党也试问绿营 最坚持的程序正义 到底在哪里 TVBS新闻洪富华 留情提议 看不到 另外执政党宣传预算 被外界质疑洋网军 现在传出监察院 要求行政院追查金流 可是真的查得出来吗 详细内容 交给记者李作合 好没错 1450也就是所谓的网军 现在在一些蓝绿攻防 因为连监察院 他们都出了一个调查报告 说其实早在民国100年 就有说政策宣导 应该要标示他是不是广告 而且也要揭露他的机关名称 还说行政院应该要督促主计处 来彻底检讨 厘清资金的来源 这段话就被国民党怎么解读呢 国民党的发言人黄子哲 就说这是监察院要硬起来 让网军无所遁形 不过当然行政院立刻的反击了 他说政府早就说明过 没有养网军 那么建议人说要理清预算 他们会处理 其实这有知情人士 他们就说现在的网路作战 和过去可能非常不太一样 因为早期的网路作战 是提前释出打预防针 接着打乱对方的攻击节奏 等到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 他们再放出事实 也就把整个事情从不严重 甚至变成他们是受害者 可是后来空战 他们衍生出了另外一种生产线 那就透过一个中央厨房 側翼网军开始散步 那么在透过媒体 或是政论节目发酵之后 网友开始进行延伸 让整个舆论是扩大的 不过现在有些网路操盘人士 他们就认为 像是側翼啊 反串或是反反串 已经开始引起民众的反感了 所以现在网军反而是 藏在行销活动的案件中 然后包给公关公司保留资金 那么在找熟视的网军来运作 这样一方面 其实整个资金的来源 也会比较难查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